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爹, 你其實是什麼人? 管姓趙, 名怨祭 我爹乃是趙冥 趙冥?是先帝的唐姨 趙冥曾經被封為惠王 四十年前罪犯謬夜 全家被封衝軍 真有其事, 爹 全部都是子虛烏有之循 爹心是大宋, 忠心耿耿 怎會貿易, 怎會大不敬 當年先帝追求長生不老 沉迷煉丹之術 爹身為忠室 難見先帝埋頭煉丹疏於朝政 因此力塵利害, 翻顏力擠 但就觸露了龍顏, 招致大禍 先帝以不實大逆之罪 將我全家衝軍塞亡 路途艱辛, 衙差心不甘情不緣 沿途懶得分派涼水 我整個家族 盡數埋屍黃沙之下 最後只死剩我一天 我發誓, 就算剩下最後一口氣 我也要活下去 自此我就流落街頭 過著非人生 為了生存, 我什麼都做過 毫無尊嚴的日子, 我都可以熬過 因為我心中的怨恨 叫我要生存下去, 報仇雪恨 遙人看中了我豪勇頭痕, 收留我 其實就是想訓練我成為世藏 為了兩餐溫飽, 甘願賣命 爹, 原來你身世坎坷是為世所逼 是仇恨讓他堅持下去 你痛恨大宋和遼國同出一次 所以一拍即行 我全家慘死, 還死得不好 我對大宋的仇恨是你所當意 想讓天可憐我 遲了兩個有孝順, 有聰明的女兒給我 希望多年我終於可以落地山巾 久而久之, 我對大宋的仇恨 就日益答亡 雖然你明明可以一走了之 但是你最後也回來救波大人 歐大人的侄膜欲受害 公正言明, 愛文若恥 我是不忍心看到大宋的動揚 是如一旦 水玲瓏跟你到底是什麼關係 解禦謙大夫 遼國世作益斬被殺 還有幾年年被貫毒要協 是不是你所為? 水玲瓏是我上級 我一向聽命於他 我只是幫他帶大宋的地圖出關 至於包大人所說的以上案件 與我無關 但是你對包大人推崇備至 為什麼不棄暗托命? 世作叛逆, 只有死路一條 我罪孽深重, 死不足惜 說好了 我對大宋的仇恨已經煙燒雲散 我只是希望我兩個女兒 他們平平安安 爹 口說無憑 本官怎知道你所言, 是真是假 我沒必要再說謊 現在我身分暴露 廖國他不會放過我 而大宋也不會姑息我 我說出真相, 只是想逃過痛快的人 我兩個女兒是毫不知情 他們是無辜的 求包大人明察秋毫 不要把他們兩個牽涉在內 要死一起死, 我不會扔下我爹的 傻女兒 爹作業, 為何要你受罪 放心 包大人必定會秉公斷案 你始終是皇族中親 本官會品名皇上 你的生死去老, 皇上自會定奪 皇上, 翻冊皇室卷中再三合實 雲中樓並無助危 他的確是大宋忠實 是本皇的侄兒, 趙元祭 八皇叔 想不到你我相見都驅已無練 我們義士在宮中玩樂 笑不更時攀爬架山 毀花折留, 最終就是在池邊捉雨 的確那段日子是無憂無慮 但是想不到突然會禍從天蓋 雲中樓, 雖然你曾為世了 但是朕故念你殺了水玲瓏 保住包拯成名, 戴罪立功 朕決定既往不救 謝皇上恩典 不過當年之事始終關乎先帝 臣明白, 臣並非戀斬皇族身分 亦不求翻案 臣只是想做回宋人, 堂堂正正 為爹娘, 為族人, 立碑祭祀, 安享萬年 你既迷途知返, 撥亂反正 朕就答應你的請求 還會重新收出為皇府 發還與你作居所 謝皇上 復必多年, 本皇本想跟你醉舊一番 但知道你歸心此節 你兩個女兒還在外面等著你 皇上並無綱綴, 還想吃美食 真是忘恩很多 皇上向來有慈悲之心 姐姐, 你就白白擔心了一場 你們兩個真的不怪爹 我一直都蒙遍你們 千錯萬錯, 你也是我們爹 況且你受了這麼多苦 我們痛心也來不及了 爹就老懷安慰 參見得妃娘娘, 太后命奴才送寶藥來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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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癒死我 為什麼會這樣? 你是不是得罪她? 我沒有, 我也不知道 當時太后她神智不清 還錯認我是李飛 還說李飛想回來報仇 她很大力的捏著我的脖子 我看不到她面無好真靈 幸好我最後推開了她 我才沒事而已 太后跟你掃無過節的 她怎麼會假害於你呢? 妹妹, 宮中二餘我 你以後要萬事小心 曉晨, 為了你腹中聾儀著想 不如找一個安靜的地方養胎 也好 我們不要管太后什麼原因 神智不清 你離開她, 起碼不用心經膽調 萬事事遠 萬事事遠離宮不遠 馬上就請和尚 到時候我們多來探望你 她是我 她呢? 很大力 你真的打算進去嗎? 宮村寨說這裡 有貿易天仙的姑娘作招來 令人惡言忘返 那就要見識一下 沒有, 聽說 他們通了琴琴書話, 溫柔軟弱 那就要見識一下 幫我多準備紅象、燈籠 外面多貼紅紙 我們人們遠都知道我辦喜事 還有, 幫我準備矛彈 鋪上紅地毯 好 參花掛紅 燈籠要大大哥 記得, 矛彈要人頭這麼大 誰辦喜事 叫你不要進來, 宮村先生 紙陀之風出翠虎 水晶之盤行掃類 包心紅掌, 陳蓮佳藥 武必是最頂級的 我還沒過門的妻子她最好走 她貴為皇親國戚 所有事都要盡善盡美 一定… 不知道哪位姑娘是皇親國戚 沒有人替我提親 為什麼你會來? 用線 還拖拉拉 皇帝真的不急太緊急 公孫先生 你不是約了我來提親嗎? 公孫先生, 才華還人 足智多謀是不是? 是呀 平時對著我們說一不二 當機立對是不是? 是呀 現在對著心愛的人 就拖泥大水, 你說吧 說吧 誰說我不敢說 我只是在針著著字眼 千玉, 如果你不嫌棄我女士不遞 昨晚辯堂之疾, 燒鶴之症 我希望娶你為妻 是呀 其實你們兩個年紀都不輕 千玉, 既然兩情相悅 又何必多多奶奶呢? 我跟過不養蘇眉 在公堂上關了二文二母 成真之後 我不會變小鳥依人溫柔軟弱的 你放心 變堂這麼難撐, 我也撐得成 何況你? 那你嫁給我吧 哪有人自揭槍吧 好, 真棒… 好, 真棒… 好, 真棒 我真棒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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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 你… 你夜不成眠 我明天替你叫個大夫太太 你們無需顧慮, 人生得以須盡歡 公孫長, 你和千羽終於開發結過 我等了你整晚, 必須想跟他喝這一杯 大人, 你何必強顏潘少? 大人說喝就喝, 無需多言, 來 來, 好, 做兄弟的, 酒裡酒裡去 乾杯 乾杯 定了何時近日? 下個月初八 大國未定還是難以安寢 其實有件事我一直耿耿於懷 是, 又說不妨直說吧 水玲瓏在臨死前, 好像滿腔為屈 有千言萬語未講, 到底有沒有莫何諸路 還有廖國的細作, 是不是已經釋受剷除 中間難變, 仿如墮盡, 無理無蹤 而你的資質, 想不到也是正常的 有進步… 有進步 盈超, 相信我這句笑話 假意示人一定勝大喜 謝謝包大人 你覺得水玲瓏背後到底有什麼玄機? 大人, 你是不是心中有數? 不要走, 我去拿酒 來, 來 包大人又打啞米了? 可能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今晚我們又沒得睡了? 大人趕神寸斷 大人, 今晚除了勢死相遂, 都便無他煩 劍能傷人, 酒能傷身 女人可以令人永不超心 幸好展昭還是孤家寡人 你展昭越來越有意思 阿姨, 老闆 阿姨, 快點… 小心 娘…我們分頭走 我怎麼可以扔下你? 我們分頭走, 我去引開黑夜人 小心點 阿姨… 啊 爹 爹, 是我 別嚇壞你了 真是龍床都不及狗頭 爹作夜, 徹夜難眠轉轉反側 令我神不守舍 我也是 雖然你家室又大又必至 但我還是不習慣 我也是神不守舍, 心水不靈 不如這樣吧, 我們幫忙賣捲齋吧 現在不能回頭了 那倒是, 皇上發雲慧皇府 好, 不住也不行 你知道嗎?你快出家了 你搬出去就只訂了爹一個人 我就會悔感寂寞 不要緊, 我們叫公主拾公進來就行了 你要人入嘴? 難道倆公寶還要開封府嗎? 反正她也在找房子 好啊, 那我就多個女婿跟我一起住 爹這麼早很開心 我讓我弄一些糕點出來 你去送過去給我的未來女婿 要我拿過去這麼厲害? 你不讓那些甜頭人 怎麼叫人入罪呢? 何時擊鼓, 死了很多人 有兇案? 萬遲禪院, 死了很多人 刀刀致命, 德樓門口 手法純熟, 是九經訓練的殺手 裡面還有很多屍體 院內的離孤, 無一幸免 德妃娘娘呢? 不知所蹤 侍奉她的宮女和太教 全部都還私奏 別慌張, 德妃娘娘激人天上 不會有事 我徹底守過了, 無一活口 阿成究竟去了哪裡? 包大臣, 大家聽著 就算翻轉整個山頭 也要把德妃娘娘找出來 你不明白 德妃娘娘? 德妃娘娘 德妃娘娘? 德妃娘娘 德妃娘娘? 德妃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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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妃娘娘? 德妃娘娘娘 有血跡啊? 血跡已干, 至少超過四流四神 德妃娘娘, 走 這瓶蜜上次你想買的那瓶, 我想… 義中仁, 是的 是我送給曉神節發財 沒事的, 血神一定沒事 我送給曉神節 我送給曉神節 小心點, 真是毒, 沒事的 我死了 我死了 包大人發現了一隻蟹 你在哪裡發現?大老 誰還有一個人? 包大人, 另一邊樹林發現有人生還 萬品香? 他和雲中流認識了很久 關係非被尋常 我和芊耳還跟蹤過他 但是為什麼他會在這裡出現? 聽著, 馬上送他回開封府 加強戒備 兇手知道他還沒死 一定會回來殺人回頭 你明白? 大夫說他暫時沒有生命之危 但是什麼時候可以醒來 還是未知之數? 包大人, 應該是身上的這塊銅鏡 擋住了致命的一刀 否則早已當場閉命 他不可以死 他一定要醒來告訴我 哪個殺死曉神 他傷得這麼重都可以撐得住 應該命不該絕 造功精細似乎是功中所長 包大人, 雲中流大盜 爹 靜月, 我怕過腰神 他死得很慘, 誰 到底是誰殺死我過空的女兒 我一定要他殺你上 爹 萬品香和曉神一起被襲擊 究竟他是什麼人? 雲中流 你和萬品香到底是什麼關係? 事到如今 我也不能夠再這個事實隱瞞 至於對不起 我並非是你的親生爹 舊主才是你的親生娘 你說什麼? 三十年前, 爹回到忠元 經過山邊 就看到舅主 舅主強忠的利益 舅主 因為舅主和宮中的士衛善痛 處得他硬結 所以決定他出走宮中 帶走給宮中的日發現 所以派人去追殺 他中刀之後 他就捧著你跳崖 士衛就以為你們母女死了 所以就沒有再追求 舅主他為了保存我的骨肉 所以就懇求我 將你修養 我家裡也有一個頭痕 那就是雲老闆沒有騙你的 他丟下了我這麼多年 為什麼現在才回來找我? 因為身亡燕頭, 命不久矣 所以他想你認回你 我怕他認回你之後 會影響你的安危 所以我拒絕了他 奉上銀兩打發巨酒 讓他自己治病 千萬, 是爹帶我致死 我怕他認回你之後 你就會死爹 對不起, 千萬, 對不起 天羽 我沒老了, 爹 我真的一時三拍 無法接受這麼多變故 雖然沒有血緣關係 但他們都是你的親人 我沒有做曉晨 我不想沒罵爹 因為有姐始終會是最實惡的爹 大人 德妃娘娘的鳳體已經混亂攻重了 一天沒找到兇手, 要神都不會心成 有沒有找到什麼線索? 有 六哥, 德妃娘娘手中更加一角信紙 信裡面寫什麼? 六哥寺, 三十年前, 李妃 德妃娘娘死前收集一封信 兇手行兇之後, 扯走信紙 留下了一角 信上必定有天大的秘密 所以兇手才殺人滅口 三十年前, 真正是皇上誕生之年 李妃又是誰? 難道兇手跟宮中有關? 曉晨曾經提過 太后曾經援認他是李妃 還想練死他 還提及什麼報仇? 即是太后和李妃是相識的 可能他們有什麼過節? 三十年前已經是陳年舊史 誰可以知道當中的底蘊? 就讓我入宮面食 曉晨, 徒弟得妃, 無疑予予害 皇上, 微臣推斷此案涉及宮廷秘密 萬辭子血案生還者 是一名三十年前離宮出走的宮女 名舅主 根據目前線索, 案發經過, 應該是這樣的 舅主在房中報仇 雲中留證實她患病命不久矣 所以當舅主得知德妃娘娘在蟬縣安胎 就決定在死前將秘密相供 於是在案發當晚 就寫了一封告密信交給娘娘 此事當真, 千真萬確 與此同時, 追責舅主的殺手趕到來 快點, 快走 舅主寫給德妃娘娘報密信 一定涉及宮中重大秘密 所以才會被追殺 為了令這個秘密重見天日 舅主聽命保護德妃娘娘 自己身重訴到差點上來 娘娘獨自屠心 最終不幸被殺手追上 難逃苦後, 香燒溶醉 你飽慶推斷, 德妃被牽連致死? 沒錯, 娘娘死前表情驚訝 兇手極有可能是一個她認識的人 兇手到底是什麼人? 兇手, 暫時未有眉目 而舅主恨得藏在身內的銅鏡 擋了一刀, 大難不死 此銅鏡, 雕工精細 請皇上覺悟 皇上, 此物是否出自宮中? 做功, 化物的確出自宮中 和後宮妃嬪, 此可佩戴 稟皇上, 德妃娘娘壽終緊握一覺信誌 寫著三十年前, 李妃 相信舅主被追殺 也是跟李妃有關 李妃? 微臣回查卷中, 查訪舊人 德昔三十年前 先帝妃指李妃爛產而死 舅主是她的近身是彼 平安的, 應所屬李妃所致 德妃娘娘曾經提及 被太后錯認為李妃 還慘被太后擲頸 太后和李妃有何過節? 此為皇上家事 但德妃娘娘慘案 輾轉牽涉太后在內 微臣認為此案 應交由皇上親自處斷 最為合當 太后, 萬慈禪婉血案到底跟你有沒有關係? 就憑包拯一面之詞 你就懷疑哀家 舅主賴當年李妃近身是皮 而太后似乎對李妃狠之入骨 當年的事, 朕可以不追究 但是這次牽連禍及得非 朕不可以坐視不理 哀家蓋不知情 是不是太后與李妃之間 有什麼不可告人之事 致令有人要自扣諸於死地 無需含沙石影 哀家說沒做就沒做 皇上要懷疑哀家 叫哀家情何以堪? 太后可以私自處缺旁直 還有什麼做不出? 哀家就是守者癲 雙手沾血又如何? 皇上要為得非報仇 為叩朱討回公道 你可以命包拯昇唐審問哀家 你要做個大公無私的好皇帝 就要親手手印我這個皇太后 事進事退, 就由皇上定奪 就算我多憎恨得非 也不會對他加以毒手 更何況我懷孕了 至於扣諸和李妃 如果你想找助龍耳 就不要問了 此地無銀 你到底做了什麼不可告人之事? 皇上何必苦苦相逼? 朕乃是一國之君 有言朕殉詩枉法 如何面對滿朝文武, 如何治國? 住口 別跟哀家說治國之道 愛家再問你一句 這張龍座, 你坐不坐? 你要千秋萬代, 還是一無所有? 皇上駕到 皇上駕到 參見皇上 免禮 朕經已問過太后 太后傳不知情 三十年前, 太后和李妃情同姊妹 豈會有加害致失? 亦得非身懷隆重 太后對她寵愛有加 此事與太后絕無關連 皇上, 此事另有玄機 萬辭子遺處較野, 山賊死極, 亦不為奇 絕非山賊所謂 叩主遺襲, 亦非偶然 德妃絕不能枉死 朕會追封德妃為貴妃 此案你無須再查, 就此結案 皇上請三思 龐夫人死因不明 太后私下處決龐太師 若然皇上事宜不見, 發理何在? 你不知進退就是僭越 朕主義已決, 你少廢順私 德妃懷有隆重 如今一絲兩命 皇上一定要討回公道 太后對德妃一向視為眼中定 人所共知 皇上怎麼可以自若妄民 皇上是不是想不了了之? 展昭, 冷靜 展昭大膽無禮, 請皇上恕罪 展昭大膽無禮, 盡忠即仇 這次就要你一命 是非不分, 枉為人君 皇上已經肝臣寸斷 你何必要苦苦相逼呢? 小心禍從口出 皇上叫我們不要再賊 根本就此地無銀 一字那麼淺 要皇上對付太后, 難過登天 太后心中有愧 必定一問搖頭, 三不知 皇帝和太后隻手遮天 龐太師就說死有如孤 但是德妃娘娘呢? 她是無辜受牽連的 我們一定要為她討回公道 我問問大家 現在, 若然是你們娘涉緣殺人 你們會怎麼做? 是不是馬上推她出去整法? 大義滅親, 說來容易 皇上也是人 太后十月懷胎生的出來 難道說審就審, 斬就斬? 還要搞到殺人滅口 當中一定牽連甚廣 大人觀人於微 都知道皇上有所隱瞞 如果還咬著不放 恐怕不僅烏山不保 還人頭落地 沒錯, 包大人查下去 只會惹惑上身 但是我是曉成的姐姐 我不會不了了之 你不要衝動 你放心, 我不會匹夫之勇 有什麼需要我幫忙, 赴湯道火我都會 好好照顧舅主 他是重要的人性 包在我們身上 大義滅… 不好意思… 便經約宿伯兄弟們, 請幫幫忙 萬事蟬縣凶案, 慘絕人懷 我女兒得妃一絲兩命 我家二小姐, 她死得不明不白 我們父母一求作無門 我們只求諸書馬跡 以作執拿兇徒 還死者一個公道 請問有沒有人在現場目擊 有沒有知情者? 得妃娘娘一絲兩命 為什麼開封府不折賊? 因為皇上不准開封府賊 是不是什麼邏輯? 只怕是有人隻手借天 那公道何在?公理何在? 究竟是王權大還是公義大? 請問大家是王權大還是公義大? 公義大那天 討為公道, 侵拿真好 討為公道, 侵拿真好… 皇上要見你們 不准, 求之不得 大夫說舅主的傷勢已經好轉 實在是不幸中之大幸 你相信運數嗎? 我相信三分運數, 七分人為 雜貌之人, 沙場殺敵 偶有失守, 實屬正常 但殺手和打仇的分別 是殺手取人受給慧羅賞前 德妃娘娘是相車一刀封後 但何解舅主還可以一息上處 兩個可能, 要是真是好運數 要是對方有心留活口 只要舅主一刀封後, 一切都會真相大佛 醒 你醒了? 你聽到嗎?本宮是包程 娘娘呢? 你小心軒動了傷口 娘娘呢? 有許多殺仇, 我們奔投逃走 娘娘怎麼樣? 娘娘 德妃娘娘已足不幸 是我…是我愛死娘娘 本官已查證, 你原名扣諸 是李妃娘娘的近身士皮 當年到底發生什麼事 如今, 你會招贈殺生之禍 願意 cabbage 朕為了大宋降臣 實在的不得已 求你原諒朕 請你在王泉路上等候 朕和你來生再續前緣 稟皇上,仁以大到 究竟是王爺 參見王爺 勉勵,特匪遭逢不幸,朕肝腸鑽斷 作為親人,你們亦傷心欲絕 是誰人狠下毒手,朕會查過明白 不想你們大夫小叫 就不想被人輸長度短 那問皇上,何解不讓包大人 追查萬慈善怨血案 朕無須向你解釋 那皇上,你會派誰人去追查? 派誰人去追查,亦與你無關 皇上,事事就這樣殺手不管? 這個是我妹妹 我妹妹,我們雖然不是血濃於水 但是我們認同骨肉 我是親眼見到她死不瞑目 她不甘心 我妹妹 跟皇上擦鋒我女兒為妃 亦曾殉勢丹丹 如今我女兒一死 我敢為皇上你為我女兒做過什麼? 大董 大董 妖神身孔前死後,朕也善待他 你身為皇上,竟然做廖國世作 朕經而饒恕你,還還你身份 你還想怎樣? 你現在也無意人亂語,即是跟朕作對 水能再周,亦能復仇 我們倆父女聲勢力竭 就是想還德飛一個共同 皇上,我以為你是人德人厚 萬民擁大 原來皇上你背後是跌舌心腸 皇上,究竟是不是太后所為? 此事要太后處無關 你們要跟朕作對吧? 好,朕下令 但是誤滅太后與萬事事免血汗 和德飛之死後關的人 刑責庭帳三仇,重責答應事後 朕不看你們還敢順口死亡 皇上,口供三賤 你可以當臭臨不是梁子 但他福祉有你的懈疑 為何你要讓他們死得不明不白 為何你可以這樣對他? 皇上,你不配做皇上,你不配 人來,到時候把他們兩個走去 皇上,皇上息怒 千語只不過是難掩喪妹之童人 朕看在德飛墳上穿穿的隱藥 你們竟視朕如無物 立即他們兩個進天堂 皇上,原來明君也是不過而遲 寶負真是有眼無珠 將我女兒挫背給你 你現在是罪犯大不敬 你就是當時命 皇上,雲青月斬不得 他是先帝親生骨肉 真龍血脈,大宋公主 快樂 夜冷清有熱誠 明月心真公正 寒聳實 難願天有從鳴 合眼睛二難平 願樂無影相交平 世間苦 其实永未平静 未算清 人未到 伤心处未流泪 人在边 贪不厌又窮衰 谁将安 风火都未会追 找真相无畏惧 不借求别赞许 从未悔 只因爱是无罪 从未愧 心交结若清水 令清水 清水